旺Guarga TV 字幕翻譯 今次來到一個傳聞的空間 跟大家優先規讃一下 今次在銅鑼灣示範的廣場 我們這個 高彈第三彈 展覽裡面的產品 大家排隊之前也知道 大家排隊的影片 好 待會除了我發聲之外 我們也找了不同的朋友 跟我們在旁邊的聲音導航 首先我們看到 這個很有中國風味的版本 這個 深刻有一個才字 一定是才神版 那個名字叫什麼 陶島卡布爾 陶島卡布爾 陶島卡布爾才神版 我們轉個圈給大家看 首先看他的手 有個銅錢的貼紙 真的把我們中國 才神的一些特色元素 放進入裡面 還有這個開盒 也挺有趣 可以蓋起來 好像砌這個 有很多東西 玩得的 這個很有趣 還有這個 是不是金蛋來的 金蛋 很有趣 好 繼續向前推進 這邊就重要了 這一個就是高達 Double Drive Ace Special Coding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Gandam Build Fight 其中一部機體 Gandam Build Divert 那張圓沒有的機體 就改了 可以看到旁邊的兩個大劍 這次這個 特別的版本就是用了很多透明的 物料 所以 通透感和 閃爍度 是非常高的 好像在說鑽石一樣 我發現 我想問這些電腦是傳統的電腦 還是有些新的電腦 更新的電腦 有些東西 越來越優質 好的嘛 這兩隻都是HG的 這兩隻是HG的模型 過後我們就看到Q版系列 我自己就很喜歡SD系列 這一個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四頭身的 三頭幾 而最重要 這隻開始打後我們介紹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次Gundam Darks at Hong Kong 3的 Special 先看一下 它的肩膀 就是有這次特別版的Logo 雖然字體小了一點 但這一個就是最重要 這次的香港特別版 而撇除這個機體 我們看到地台 也是有這一個Marketing 那... 砌了才知道 未砌怎麼知道呢 看個盒 我們可以看到 左上角 Gundam Darks at Hong Kong 那RX782的模型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越出越厲害的 特別SD系列 這個不單止 可能比較高 我自己也覺得 連桶也有Marketing 如果沒有記錯 它的眼睛是有可能 你自己可以 好 來到這個套 就重要了 我們今天的氣肉 這次Gundam Darks at Hong Kong 3的氣肉 下面在時代廣場 就有一個巨型的機械 放在這裡 而這個我想 就比較入門級數一點 無論大朋友 小朋友 初次接觸模型 都可以 將這一對 特別的版本 入手 因為之前 是獨立分開兩隻 而這次 是一次過 做一個Box Set 也是為了 Gundam Darks at Hong Kong 3 這個版本 同樣 我們看到 兩個肩膀都有Marketing 對 Sasa 這個就白色 Niogoda 這個 就在旁邊 同樣 他們的盾也有 兩個的盾也有 OK 這個 都OK的 未至於嚇怕大家 因為 大家都知道 素組都這樣 對呀 素組沒有測試沒有東西的 我只要目測 只是加貼紙 所以小朋友都組到這個 級數不難的 然後再來 哇 這一套就重要了 這個MG系列 我自己當年 入手的時候 就是這個Version Car 都已經是非常浸騰 我們先 自轉一圈給大家看看 由Sasa比開始 這個 特別版 香港特別版 就是用了透明的 物料 就做了全個外殼的 一直都看到 其實那些marking 貼紙 引碎 都OK 沒什麼維和感 因為之前 如果很多年前 大家都知道 做透明版的時候 最難度高就是 怎樣在marking上面 貼紙上面 做得比較好 有比較難得 所以這次看到的marking 都是這樣透明的 我真的想賣 其實我少了這些 新的機體 但是這些都很難 這個機體 當年電影版 已經很受歡迎 很威風 很有霸氣 現在都以為素組 我覺得生產的技術 是強了的 只是素組 都已經很漂亮 這裏沒有滲線 什麼都還未有 就是素組 素組加水田 就已經出到這個效果了 很漂亮 這裡燈光比較暗 大家看的時候 就可能要留意一下 我們看得到 其實由頭到腳 最後都是很強的 看沙沙比當然吸引 但再過來 另外一隻 New Gundam Version Car 這個 不要緊 因為之前 舊有的玩具 我想大家很少看到 透明外甲 再加上裡面 這個 綠色的內骨架 這次 就給大家看到 我想問 內骨架是用貼紙的 處理 還是 都是用一個 貼紙 所以就有一點反光的效果 可以做不出來 這個是飛鴻飛翔炮 每一支獨立飛出來 都可以發射 我看到 日本有朋友 他買了很多盒 然後砌了一個大圓形 我覺得很漂亮 好 所有現在看到的產品 我們特別剛剛 由RX78開始 以掃到來 這一支 都是我們香港的特定版 你會看到外盒 就是有 G&D HK 這一個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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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版的 logo 除了玩具之外 其實周邊產品都不少 有兩款不同的盒子 給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 Q版 一個就是 目測就是 MG size 或者應該這樣說 真的是 動畫裡面的 機體的size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貼紙 大家可以貼一下電腦 貼一下車 或者貼一下線都可以 OK 留給你 前面 然後還有兩個 這兩個就是 行李牌 好漂亮 這兩個行李牌 我終於知道這個 用途是這樣的 對 不然你要找什麼 正面都可以 八達通 八達通都可以 而且我自己覺得 這件T就 前面 前面 就有這個大logo 就是 跟我們這次的主要機體一樣 對 對 後面 整個Event 我們Gundam Delta Hong Kong 3 對 左右兩邊都有水印 限量 或者應該這樣說 不是限量 我們這次香港系列 就有同時那邊 轉過頭 鏡頭轉過頭 還有這邊 這邊 全部都是由Gundam Base 帶來香港 給大家看到的系列 很多 很多 例如這部 超多 RX782 就是這個珍珠白的版本來 可以開給大家看 我們 緊要了 絕密 大家 怎樣才有個快樂 買吧 明天 明天 過來有些VIP 會有線 有些朋友 一早過來 拍攝 價錢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裡 全部都是 我們 工程人員 公關 不要緊 留意網頁 或者Facebook 一定會有說 最重要 現在當然是給大家看一下 很多東西 我們只是看珍珠白 很久沒見到高彈 很漂亮 這就是珍珠白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要買珍珠白 這個是特別版 它是Gundam Base 在那個位置才可以買 現在可以買 現在是特意為這次大量分文 就是 應該不猜到數量有限 這些都是難免的 先到先行 另外 這個 就是寫得明 Gundam Base Limited 這就是Printing Model 就是真的比 都是比較高手一點點 你自己會 下一些marking 你自己會滲線 或者你自己會做一些改裝 這樣專用 這個尺寸就是HG尺寸 繼續推進 這個一路推進下去 我看 你保持這個位置 這部位置 我小時候 夢寐以求 Legend BB 終於推出了 浩豆丸 我以前是整個系列有帶 無論是七人節超章軍編 還是浩豆丸的編章 都是有齊的 這個全透明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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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行 要有 好 繼續推進 不妨礙大家太多時間 這一個 真的是尖點中的尖點 這隻應該是 這次是不是第一次見解 和大家 在香港 對 香港第一次見解 這一個 就是RG版本 Unicorn 你看得到 它有紅色有綠色的 是為什麼 重點 來這裡 一會兒開給大家看看 看得到 跟PG一樣 有一個電阻 說明書 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地台 讓它可以駁到電 裡面還有最重要的 這盒 LED Unit 不得了 這個 細緻就不多說了 和大家揭兩頁 它的說明書 因為 小可RG 的說明書 是去到 足足十九頁 二十頁 這裡 只是marking 告訴你 都這麼多 好 一系列的玩具商品 來到這裡 暫時介紹完畢了 還會不會有絕密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 就繼續 想看的話 就繼續留給我們一本TV 好 那銅鑼灣 Time Square見 好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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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